畫面中記者手持麥克風認真訪問當地居民 但兩人卻是泡在水裡只剩一顆頭露在上方 受訪畫面曝光後引起討論 這名來自泰國的記者冷靜表現在網路爆紅 而事實上泰國從9月開始 多地淹水災難意外不斷 泰國遭逢季節性暴雨襲擊 各地陷入汪洋 但洪災持續一個月 狀況依舊沒有好轉 截至本週仍有17個省份持續淹水 其中北部和東北部災情最為嚴重 台風加上季減性暴雨 更導致泰國青萊府和緬甸塔吉雷克跨境貿易中斷 當地遭逢30年來最慘洪災 目前泰國政府已批准30億泰駐的預算 要幫助受災家庭 儘管部分地區水位正在下降 但泰國政府仍警告 本週還有新一波漲潮 居民想盡快回到正常生活 短時間內依舊很困難 閃靈新聞從頭部的